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聊一个非常著名的教授 这个教授在台湾是比较有名 是国立台湾大学的院举证 他是教哲学的 那这个人有很多的一些言论 真的我是不敢苟同 因为我发现他这个人 他讲课其实还挺好的 说实话我也比较愿意听 我也愿意听他讲的这些哲学的相关的一些东西 但是对于他对于海峡两岸的关系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他的言行和他的表态真的不一 他在他的讲课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说在他平时上节目 这个老师特别有意思 他虽然教哲学的 但是发现了财富密码 他用教哲学的观点 去告诉人家怎么投资 这个人特别有意思 因此上这种财经类的节目 但是他上财经类的节目当中 也曾经批评过中国的文革 或者是说8964这些东西 说是变态 但是他又愿意说祖国统一 是吧两岸统一 这个我真的不太明白啊 你既然这么批评大陆 认为大陆这么不好 这么变态 完了你还处统一 那你是跟台湾人民有仇吗 那这个就是我看待这个院举证 这个院教授也好 或者院老师也好啊 就是我实在是不能理解他 我发现现在这些大学教授什么呢 范是这个大一统的 他多少都有点瑕疵是吧 他多少在逻辑方面 在做人方面他都有一些瑕疵 那咱们看一下啊 那这个院理论他到底都说了什么 就是让一个我作为一个大陆人 我来给他进行反驳 就是什么 就是让我一听啊 这个人绝对没有在大陆待过超过一个月 或者是说就是没有在大陆啊 就是完整的了解大陆吧 可能是了解大陆特别片面 那如果这个人要是对大陆特别了解 并且在大陆都待过超过一个月以后 他还能说出来这种话的话 那我认为这个人内心是特别邪恶 也是特别坏的啊 那因此我不愿意用这个邪恶 或者是坏来形容这个院举证 我更愿意说是什么呢 他来大陆的时间比较短 并不了解大陆是吧 就像走马光滑的来了两三天啊 往这就飞回去了 就是这种啊 那好了 那我先跟大家说一个 就是这个院举证 说的第一点我不同意的啊 他说大陆的空气比这个 那个台湾好 这个东西真的纯粹是瞎白啊 他说他在这个北京做研讨会 两岸进行交流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的妻子啊 我的爱人给我准备了好几包口罩 我来大陆一看呢 大陆的空气是非常的新鲜 这北京的空气好得不得了 不得了 这天空啊 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白云下面马儿炮 是吧 完了这个院举证就开始畅想了 我这口罩啊 全没用 全冷了 你就说他这个人啊 就是他去北京开会 他说他 他是我看他的课程视频 他是说2018年发上来的视频 而且他说了 他说他这个去大陆开会的时候 那我就默认为他是2018年之前 或者是就是啊 就是去的这个北京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2018年的10月1日 那天啊 就是过国庆节 我还真就在北京旅行 就是在他说北京好空气好的 那么那个那个时候 是吧 北京那个空气真的太差了 2018年的北京的空气 可以这么说 在10月以至已经是国庆节了 全国人民都放假的 这么一个情况下 那个空气是特别的肮脏啊 我和我母亲去北京游玩 玩的过程当中啊 呃就是就感觉就是不得劲是吧 就是你呼吸完之后啊 回去你拿这个就是这个面筋纸 一醒鼻子 一醒鼻子 全是黑的 就感觉这个鼻孔就是受不了 就什么东西唬着 所以说你就给擦它 后来我一看这太吓人了 这完全是工业化社会嘛 是吧 而且那个PRM2.5 真的看不到 你看那个北京那个天呢 你也真的是肉眼不可见 它PRM2.5那玩呢 它是一种能够随着你到血液里头的一个东西 它肉眼不可见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呢 你在外观上或者在空气的观察方面 你真的看不出来 之后我就跟我母亲赶紧买了一包口罩啊 就是那个一用的 防PRM2.5的 这给我吓的 是吧 就之后好多了 那之后回去就每天就是游玩的过程当中就更换 我也去故宫啊 哪都溜的溜的 但是都是戴口罩 回来之后把那个口罩一栽 一看那个鼻孔那个地方 两个黑骷髅眼 不是 就是有两个就是那种灰灰灰的点吧 就特别黑啊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 我不理解这个苑举证 它是基于什么说的 那就是 它在2018年前 到过这个北京啊 它就说是 它应该是这么说的 它原话在这个 视频当中说 我最近两年 那你就大家可以想啊 那最近两年 它说每年都去这个北京 那咱就以2018年为例吧 那我就在北京 是吧 那它就 就是那么肮脏啊 它怎么能说 北京的空气好的 不得了 不得了 这个首先 我可以说 全北京人都可以否决的 或者是都可以去批评的 再一个 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你上网 Google一下 是吧 有那个实时空气质量检测 我就是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就Google了一下啊 我是看了一下 那台湾的空气质量都是有啊 都是什么PM2.5指数说 是什么28 大陆这边普遍都是100几 是吧 就是大陆普遍100几或90几 就好点的地方 像南方那边相对来讲 还能好一点 你要比如北方 有这个重工业 有这个工业 你像这个 越里人还说到它去的北京 你说这都是北方地区 冬天都烧煤的一个地方 你能说它空气清新 我这也是真的 就是这工业都是 就这么这个全在北方 你包括东北啊 塞阳啊 东北老工业基地嘛 所以这个真的是 正在眼睛说假话啊 那这个是关于空气的一个问题啊 那第二个呢 他就说统一好 那对于统一好 或者统一不好 那我也发表了一个我的观点 我认为对台湾最好的 就是维持目前的一个现状 是吧 那这个是我通过啊 就是通过历史啊 包括这个纳塞尔 是吧 那个以前那个印度总理 他是怎么操作的 这个两个大国之间 在两这个美术的两个大国之间 怎么进行卧旋呢 怎么进行周旋 来获取他们这个印度的 这个国家的利益的最大化 那么对于目前台湾问题 我认为那可能维持目前的一个现状 相对来讲 对他的利益的最大化 能够更好一点 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但是我对于统一好 还是什么独立好 这个我觉得个人 有个人的一个诉求 个人有个人的一个意愿 我不愿意说把这个大陆的意思 强制的压制 就是压到说台湾人民这个身上 那必须你说是统一 或者是把这个台独的思想 必须压了压制给谁谁谁 是吧 那肯定有的说 愿意统一 有的说不愿意统一的 就像在台湾的内部 他岛内他不也分这个 统派和独派吗 他也有不同的一个政治观点 那不管你 就是你说哪个好 你只要说出来你的观点 并且它符合相应的一个逻辑 就可以了 那你像他说统一好 并且他在以前上这个 他说统一好是可以的 对吧 那你给说大陆多么多么好 经济各个方面 人权文化 对吧 都多么多么的优秀 那这个你说统一好 我可以理解 这是一个正常的思路 但是啊 就是这个 他说统一好的时候 还在这个金融类的节目当中 说说大陆啊 比较变态 说八九六四不能提 什么文革呀 什么也不让人去研究 让老百姓去知道 也不给这个孩子进行 这种通识类的一个教育 所以说呢 他还说大陆变态 那就是这个 愿举上 他这个 我就特别不能理解了 是吧 那大家通过逻辑上来讲 你理解不了 一边说统一好 一边说大陆变态 他这个说大陆变态的这个视频 是在有一个叫 五七金钱报上面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就是要愿意去 收看一下 可以去看一看 你看他是不是 这个按照我的 这个意思说的 对吧 他是不是 就是你可以去考证一下 那这个我就不说了 这是统一的 那第三点是说什么呢 他说台湾这个交通啊 说是 就是他从家里出来 有一个十字路口 他挑头不方便 说按照交通的标识啊 去挑头不方便 他违背这个交通标识 哎 挑头特别的顺畅 而且也特别的快 那就是加息 或者是你不遵守交通规则 因此啊 两次受到这种 政府的一个传票 或者是 就是属于这种民间举报啊 就是那个行车记录于 排下来这个 呃 有谁伟长了 之后上传给政府 那么就会给这人发来发胆 那他是两次就是 接到了这种发胆啊 我就在想 他之后说什么呢 他说台湾这个 是个恶法 那我在想 你说 你说你作为一个大学教授 你不遵守当地的这个交通规则 那也就罢了 是吧 你不以为此 反以为荣 他说这个交通的管制不对 那你这个交通 这个画的不好 那你要画的不好 这个法律不好 你可以去这个提起你的要求 或者是 你比如说你这个不有力 你们台湾不有立法委员吗 你去呼吁啊 就是去说就可以 那为什么 其他人都遵守得好好的 是吧 那你就是老被举报 你说我 而且这个教授特别怪在哪 他说我哥 这个地方啊 就正不守规矩 开车已经十多年了 都没有事 那这最近就有事了 那就是说最近 就是有一个什么交通新规啊 说就是可以民间举报了 对于这种违法乱纪的 就是不按张 不按张行使的 就可以举报了 那按理说台湾挺险进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啊 来规范道路啊 整治道路的交通的一个拥挤 是挺好的 那其他人都能遵守 那你怨理正说 这是个恶法 那也可以 你去呼吁啊 你说会运用你自己的一个能量 你也是一个社会的 大小也算个名人吧 对吧 那你可以去利用你的一些影响力去呼吁啊 但是你不能说不遵守 是吧 你认为这个法律不遵守 不好是恶法 你就不遵守吗 这个太荒谬了 那比如说有的杀人犯 就认为杀人应该合法 那他就可以去杀人 那这个逻辑上不同啊 所以说对于这个怨理正教授 我的看法真的是就是 就是对于台 本来以前我听他讲这个哲学挺好 一下就下来了 就是大家发现没发现 这个人呢 在道德方面有瑕疵的人 通常来讲 确实有 就是让人看不起啊 而且我在他的自媒体的 这个频道下边还看到了 他是以前有一个台大的学生 就说院教授我以前特别愿意听你讲的课 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特别有意思 我看完我也挺感伤啊 就觉得这个孩子以前可能是特别崇拜这个院教授的院局上 那为什么现在就是觉得他怎么就变态了呢 是吧 而且你看他在这个大陆B站开的那个视频 那是更恶心 是更肉麻呀 而且大陆这些粉红啊 这些无脑人士还跟上边打那个飘平那个B站上 说他保护院教授啊 台湾就剩他的一个明媚人了 台湾怎么就剩他一个明媚人了 用什么保护 我就跟大家这么说 如果台湾的做法像大陆一样 那个院局上压根他就不敢在B站开这个自媒体视频 骗这个中国这帮粉红无脑的人的钱 对吧 他压根他就不敢直接俩大嘴巴的给他散那的 你还想要不要你的工资 对吧 你还想不想在国立台湾大学教授 不想教授了 我给你移除教育界 把你这个教授这个人给没手了 那这个是大陆的一个操作手法 你敢说不行的 对吧 你比如说 以前有个许教授 是吧 发表点什么言论 现在开除了 解聘了 是吧 所以这个 就是中国这些粉红啊 这些无脑人 你说你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 他为什么敢公然在大陆的B站 这些党媒上面发表自己的文章 或者是自己的观点 是吧 你好好想一下 还用什么保护 人台湾没有危险 随便说 所以说人家才敢开 如果真的像大陆似的 谁敢去 你看大陆有谁敢去台湾开 对吧 除非移民台湾成功的 比如说像那个谁 那个那个 有谁来 黄秋生好像是说移民台湾的 对吧 你看他就没事敢表达自己的一个观点 是吧 挺杠的 再一个黄秋生他也不是大陆人 他人家是香港人 那香港人呢 自古以来是吧 人家接受的是这个西方文明的一个教育 他比大陆人呢 其实在各个方面吧 素质方面 我认为 强很多 这是香港 你看香港人干那个事 还有香港人的一些观点 对于这个社会的一个价值管和 对于自由民主的一个向往 你大陆 大陆不是说没有啊 特别少 而且大陆的人胆子比较低 这个不愿意大陆人啊 比如说他因为啥呢 香港他没经受过什么 那个什么文革呀 又是这个 还有什么整风运动啊 三反五反这些玩意 大饥荒 他没有警力过吗 一直在资本主义的那个 怀抱里头 那个茁壮成长 是吧 成为了这么一个自由感 好不容易成为这么一个自由感 我看现在也有点危机了 是吧 所以说呢 那在这个就是 那这个是香港人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精神面貌 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个价值观 那你看大陆他就不敢 这就脑袋弄完了是吧 给洗完了洗肺了 那好了 那这个是 这个是说这个统一 这个是还有 对这个是说完 这个不遵守规章制度啊 还有一个 这个第四点 他这个愿意证说什么 他说他自己在台湾 找到了这个财富密码 说他特别瞧不起那些出国的人 他说出国去美国呢 他们也没有我风光 你看我在台湾 又能出去上节目 又能出书 又能骗钱 还能来大陆骗钱 我真的捞到了这个金钱啊 你看学哲学的人 都没有我能捞钱 他在节目当中就这么说过 是吧 就是这么个意思 可能相对来讲说的比较违挽 那我就给他用大白话说 别整的那些包装那么多 说他在学哲学 终于发现了财富密码 能达到人生巅峰的 我想跟大家这么说 一个真正的做学问的人 一个真正的喜欢哲学的人 就像他说的特别热爱哲学的 他不会说对于财富的这个堆积 有这么大的一个渴望 就这么渴慕 我要挣大钱 我要捞钱 我要捞票子 这个是一个特别变态的一个想法 因为哲学的这个主事 也是苏格拉底 谁也跳不过 是吧 一提哲学就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开班授课 从来都没管学生要过钱 你说咱中国那个孔子 还要点米 要点面 要点肉啥的 是吧 要点钱 是吧 这个糊个口 因为苏格拉底 那完全就是一个大哲学家 他已经开班授课 已经都不要钱 这是哪个学生有钱 接济我点就完事的 就或者是说 给我点这个吃的就完事 剩下就是免费的教学 那你看一看 苏格拉底 这个高尚的一个情潮 你看看 人家这个品源 那这是正常的哲学家 应该传承的一个精神 还有做学问的那些人 如果做学问的人 把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物质方面 放在这种金钱方面 那他就不是一个学者 你还有没有点那种 做文人的一个 这个这个 做文人的 对吧 知识分子 通常来讲 都有点那个自尊心 清高一点 是吧 内心有点小骄傲 你还有没有点 做文人的那点风骨 是吧 那点小清高 小骄傲 所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 这个正常的大学教授 说出来的话 看到他的话 我真的都觉得 还害臊 害臊 那作为知识分子 作为文人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 这个致富 或者是不可以这种 赚钱 是吧 但是你要有点文人的一个风物 不能说什么钱都赚 你说你来大陆B站开那个 或者今日头条开那个自媒体 骗这个中国大陆这帮脑残 你说你恶心不恶心 大陆的人已经很苦了 这些人的都被洗脑的洗的 都洗成浆糊了 你还过来 你作为台湾人 你作为台湾的 你说你那点享受的自由民主的人 你过来 害得落井下石 再踹他们一脚 本来就够傻了 你再踹一脚 人家也以为台湾的 也跟大陆一样的 是吧 你光光的就觉得大陆好 你这不是这不坏吗 是吧 太坏了 是吧 太坏了 哎呀 心肠大大的坏了 那好了 那再说最后一点 就是第五点 他是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台湾有一个问题 说是 所以就一旦有什么不公了 就是什么劳工权益了 用工制度不公平 来压榨劳工的事情 就会有这种觉醒青年 走上街头了 去为这些劳工呼喊去了 所以举大牌的说 一定要维护这些劳工的合法权益 一定要提高他们的工资 让他们能够过得更好 是吧 完了开始了 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社会是真怪 这个真的是愿举这原话 他说这个社会是真怪 你说这个 要不然就都得吃饱 要不然就是都不吃饱 这个社会怎么能这样 是吧 这不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这个社会就得有人能吃饱 有人不能吃饱 很正常嘛 对吧 就是奔出来上中下等 哎呀 我当时我听完这 我是真崩溃了 我就在想 这个愿举上 这个愿教授 你真是个授 你说这些 说觉醒青年 你说他们不对 就是上街为这些劳工的权益 进行呼喊 进行奔走 不对 所以你就是那意思是没事找事 对吧 说现在的社会已经都吃饱了 就是吃的多和吃的少一点 那我就在想啊 你觉得这些觉醒青年 为什么就是他们要去为这些 不公平的劳工去寻求权益 或者是说就是为什么要更加的同情 这些弱势群体呢 不就是因为如果这个国家 这个社会当中的年轻人 不关心这个弱势群体的话 如果有一天他老了 或者是他处在用功的过程当中 他成为了这个弱势群体 会怎么样 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当中 对于弱势的一个保护 其实并不仅仅是保护 不如你的人 有一天你也有可能沦落为 他们那个样子的人 因此这个社会才更加的需要 说对于弱势群体的一个保护 大家都尽可能的平均 平等 公平 都能够吃得越来越好 那这个是对于一个理想型 社会的一个发展 那对于院女生他学哲学的 我相信他对于启蒙运动 对于这些东西比我懂得多得多 号称会三国语言 你这么一个优秀的人 学过这么多洋满水的一个人 你怎么还不能了解这些呢 那人的理性就是促使 这个社会越来越好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宗旨 就是让这个社会基于人的理性 人的理性会越来越进步 因此这个社会越能越来越发展 那基于这个道理 来实现的自由民主和平等 也就是自由民主平等的这条道路 会越走越远 而且把时间拉长来看 那自由民主和平等 终将占领这个高地 是吧 终将统治人类 那这个也是目前的一个 世界的一个主流方向 那因此以上就是我对于 院女生他所在的节目当中 和他在节目当中 还有在大陆做的节目当中 就是在台湾地区做节目的内容 和大陆做的内容 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 真的是完全的让我不可思议 就是说天气那个事 有愿意耗信的小伙伴 叫声的小伙伴 你现在就打开Google 你Google一下 或者大陆的百度也可以 应该也可以 百度只要不造假就行 你看一看那个实时的空气质量检测 你看一下就是 就是这个大陆和台湾 哪个空气好 就是普遍来讲 你看看 尤其是北方 在院女生不说北方 北京好吗 你就对比北京和台湾 你看哪个好 我这就不信了 咱们就是实时监控 你看是北京超过台湾的空气质量的次数多 还是台湾超过北京的空气质量的次数多 那肯定台湾普遍来讲 好的时候非常多 肯定很多 所以这个院举证说什么 说台湾的工业化太严重了 空气没有保障 咱们人的健康都不行了 你知不知道大陆有一个叫财劲的 拍了一个穷顶之下 就说北京的雾霾严重 之后就脱离了养智了 之后就脱离了大众的一个公共事业了 就是这个中国就变态在什么程度呢 就目前啊 你只要说点反对话 你只要说点实话 你只要说点当局不愿意让你知道的话 就不行 你比如说那个财劲 他说了一个保护环境 其实保护环境 就有为了这个 就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 说实话是不好的 因为中国就是靠这种过度开采呀 还有对环境的不断的破坏 破坏呀 那些发达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不愿意干的一个事 中国给他代工了 代工之后呢 牺牲了环境 提高了这个GDP 那就是这样嘛 他拍完那个以后呢 你说这个GDP怎么保证 是吧 你像个个工厂啊 就是各个工厂的办的那些排屋啊什么的 尤其什么浮华公园区 我真的都知道是什么样 因为以前我就负责检查那个东西 还有他们自己到底做的 包括水土的一个保护啊 我就这么说 我以前检查的那个化工厂 旁边都是玉米地 他种出来那个玉米 当地老百姓没有一个吃的 是吧 而且当地老百姓也不在那个地方种 就不在那个地方住 他就是干什么呢 每年去那个地嘛 把这个玉米种完了 种完了赶紧走 家不安在那 家去县城或者是远的地方待着 然后回来把这个就撕肥啊什么的 把这个地种一种 之后一收割 把玉米一卖 今年把钱挣了 那个玉米他们一点都不吃 为什么 因为那个浮华公啊 因为这个 它是一个挥法类的 那浮华公园区有什么 这个无水清浮酸呢 它有 它有这个挥法性 就是在它那个厂子里工作的人员嘛 怀孕的都不在这个厂子里干了 因为啥 它那个影响这个胎儿的 健康的一个形成啊 所以说你看这浮华公的一个挥法 对于当地的座物的一个影响 老百姓没有一个词的 所以说也没有人在那个地方 也跟政府吧 来回进行角色啊 进行这个 怎么说呢 进行打官司告状吧 反正最后老百姓反正都走了 是吧 那个地就都种这个玉米了 那具体结果呢 大家就可样而知了 那这些都是我所经历的 真实的一个情况 也是就是我们当时啊 就是进行监管的过程当中 跟企业的老板呢 跟这个当地的人员呢 进行了解的 那都是都是企业的老板 还有官方的一个人员 咱们私底下聊天 那你说他们走访的都是群众 还有企业的老板 那对于这个事情 那把握的非常的就清楚嘛 对吧 咱们有的时候也去底下 就是那个跟老百姓也接触 也都知道 那这就是我当年工作的时候 说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啊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真的 中国人需要觉醒 中国人需要启蒙 希望每一个中国人 都能够越来越好 我发现最近我要火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有很多的这些 小粉红来 给我在这边 也不是小粉红吧 我估计就这些粉红吧 无脑人士 在底下给我刷屏了 给我刷屏 刷了六七八条了 这个人肯定是疯的 就疯了 我一眼没看 全给撒了 是吧 就对于这种 来回刷屏的这种 就是嗷嗷叫的 像战狼似的 那我没有必要去反驳你 是吧 你耽误不起我的时间 咱俩不是一个层次的 你这个层次太底 我瞧不起你 所以说不要给我留言 是吧 能就是跟我交流的 就是小伙伴 我不怕你批评我 你给我指出错误 我非常的开心 但不要这个刷屏啊 就谩骂攻击 这个是特别烦人啊 特别烦人 就显得这个 这个中文 这个汉字啊 就是特别的丑陋 是吧 我认为咱们中国 中华文字 是特别有内涵的 特别有文化的 而且呀 也是特别优美的 每一个国家的人 都认为自己的国家的语言 是最美丽的 我就认为中文 是最美丽的语言 所以说不要用你的肮脏的字眼 来亵渡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中国的这么 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 这么悠久历史的一个文字啊 不要亵渡它 所以说这些人呢 你说你打了也是白打 你打了上前阵 我全 我就直接一下就给你散了 一个delete 你就完蛋了 你说你累不累 所以说别找那个找人烦 是吧 老来这地方给我这个留那些 就没有意思的 你要讨论问题 拿历史说话 是吧 你说我说的哪个历史 不是真正的这个史实 或者是说 你有不一样的观点和看法 你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 那也可以 对吧 你哪怕像胡怡进似的 有点歪理鞋说也可以 你也可以说呀 是吧 会点诡辩呢 会点那些 就是拿不上台面的那些 逻辑关系 也可以对吧 胡怡进好了 他还有点没水呢 还直到这个 这个朝远战争的时候 美国当年的导弹 打到了这个中国的境内 你跟我拿点这个历史出来 你也能够探讨探讨 来了就是骂 来了就是攻击 来了就是歪曲事实 真的你 你要歪曲事实 能歪曲到胡怡进那个水平呢 我还愿意跟你聊一聊 所以说呢 那这个就是结尾 我和这些这个无脑人士 这小本红说的 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这个这个就做到这儿了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 希望喜欢我的小伙伴呢 就是一定要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们的收看 也感谢你们付出了这么多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 我相信看我的视频一定会让你们有收获的 我不愿意说耽误大家的时间 那毕竟我的每个视频都特别长 那如果说我一个人耽误了半个点 那你说那 比如说上百人是吧 好几百人呢 我也当 我都还不起 所以说呢 我每一个视频 就是尽我最大的所能 让每一个视频都有质量 让每一个视频呢 都让小伙伴能有所收获吧 这个是我做视频的 唯一的一个初衷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视频 有不一样的一个思考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我就做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